带您看到一则最新消息 前时代力量立委搞录以用 今天下午在台湾维新党召集人 也就是台南县前县长苏焕智的陪同之下 前往了世选委会登记参选平地原住民立委选举 搞录以用日前遭到时代力量纪律委员会开闸除名 失去党籍也失去了立委资格 这次他披上台湾维新党战袍 登记参选 想要再次的卷土重来 这是我们收到最新的消息